我想问一下这二二八零价之前 我们这个台股真的让大家觉得 股票好难做 感觉上这个巴菲特 跟我们台积镇分手之后 大家觉得蛮伤心的 没有伤心过太久 马上很多party可以参加 但这个party感觉这个灯 忽亮忽灭 有点看不清楚 我想先问三位来宾帮我按铃一下 二二八零价回来之后 该卖股票了吗 yes or no 圈货差 要不要卖股票 不要卖不要卖 正嫌说再看看 我觉得反正这时间 延后的蛮长的 我应该是说短时间内不要卖 但是要提高警觉了 就是准备要下手卖了 当你看到一些反转的讯号的时候 你要小心了 那时间性我也跟过去 很多节目跟大家分享过 时间性我觉得在三月中 到三月底之前 可能就是要拔腿跑的时间了 三月中到三月底 因为丑媳妇不能再次见公婆 这个丑媳妇 我们的这个财报呢 其实在陆续公布 第四季的财报的时候 这个丑媳妇 因为它包含在去年的财报的时候 大家都还看不清楚 也愿意给这个丑媳妇 一点信心说 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 但如果你先头 它就先第二次确定了 真的没有这么好看的时候 那当初对它良好的预期 我觉得都可能会在第二季的时候 圈械出来 大家不要忘了 二三月我们常常在放假 四月份 台股的这个天数 是一到四月最短的 这个时候大家 主力啊各方面 还不想要拔腿就跑吗 那你要预防它拔腿就跑 你要干嘛 你要比它先 预期到腿就跑 所以我认为 在三月中到三月底 你就要看讯号了 那很多人说要看什么讯号呢 两件事 第一件事 要成落指标 主力要跑要干嘛 要你们要愿意买嘛 这要营造出 你们要愿意买的气势嘛 所以当有一天你发现 全值股莫名其妙的上涨 指数开始往上涨 因为现在是全值股最弱嘛 它现在最弱 有一天这些大型股 开始往上涨 小型股开始往下跌的那一天 OK 你就要小心了 好 全值股开始火热起来 要准备开始落跑 是郑弦的建议 好 刚才这个丁彦均说不要买 那其实我个人呢 是认为说 当然还是要分族群的 刚才那个庄总编说的呢 当然是有这样的疑虑 因为目前很多的电子业 是库存水位过高 所以财报呢 可能会有存货叠价的损失 那可能会扔这个存货叠价的压力 而且这个电子业的库存调整呢 大概到今年的第一季 或是第二季才会结束 所以短期内有可能财报变财报 就是这个爆炸的爆啦 哎呦 这个短期 中期 长期 这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 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年线 它是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所以从技术面来看呢 目前呢是没有像去年一样 那么悲观的 甚至呢已经开始翻多了 对 尤其呢 景气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复苏嘛 那股价呢是领先指标 我觉得会提前反应 所以你觉得三月中到三月底 也不用跑 就是要看产业 如果是库存比较高的产业 必须要先跑一趟 OK 好 整体是比较看好的 对 Fee Quick也是 好 我想这个刚才 因为我是讲说不用卖股票 但是其实 对 但是其实这样比较不精准 要精准地讲 我的看法是 如果是针对指数 针对这个加权指数来讲 我是认为空间并不是太大 但是投资人并不必太担心 因为排面上还是会有很多族群 很热闹 那等一下我会 会跟大家报告说这个原因 OK 你意思是说你整体来 有些还是要调节 整体来看你觉得是好的 对 因为景气每个族群 它去库存的时间差不一样 OK 好 选谷差就多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解读联准会的态度 我们从这解读一年多来 再看他们在想什么 那现在大致上来看越来越明显 当然通膨是往下降 但他们觉得这个降的幅度 没有预起来的这么好 所以大家觉得通膨还是很严重 一些服务业的指标 还是非常在高档 所以接下来这个升息的时间 会拖得更久 会升得比较慢 但高率率实在会维持比较久 所以让大家对着美国经济的 未来有些担心 好 所以现在看起来 我们台股现在很热 之前大家说在热什么 一下升天一下自救 看不见 那现在整个外部的环境 是不是还是非常冰冷的情况 BY科 你怎么解读 是这样子 就是说事实上全球的景气 假设我们看亚洲 欧洲 美国 这样三大区块来看的话 我们来看外部 欧洲跟美国 其实它的景气的温度 并不是这么冷 其实它是有回温的 但是它回温 是不是跟我们亚洲的这些 大部分的经济体 尤其是台湾 这个我们主要是制造业出口 对 有没有连结的上 那很抱歉 欧美国家这边景气 虽然温度有上升 但是基本上 它是以服务业的复苏 为主要的区块 那变成说这部分 有没有办法连结到亚洲 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这点对亚洲的制造业 尤其是台湾 就会比较吃亏 像韩国也是这样 那这个会为什么 我们如果从这个画面上 我们来看 美国的这个采购经济人指数 ISM 各位看到这有红色跟蓝色两条线 各位看到红色的这条线 是服务业 就是非制造业 那它很陡峭 它这个新的数据 跟前一个月的数据 是天差地别 很陡峭往上跳了六个百分点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蓝色的部分 这个曲线 它是继续往下 很陡峭的往下杀 所以这真的是两个世界 这个一个地球两个世界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代表其实硬体的部分 就是商品的制造 其实没有那么热 有一点过去两年 因为新冠病毒 可能有一点过度消费了 那服务业复苏 那重点就是说 服务业复苏来讲 其实这个跟台湾 比较连结不上 其实我们盘面上 台湾最近比较热闹的 也是都是内需 跟制造业没有直接连结 那这个是美国 那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这样 那也蛮巧的 我们如果看欧洲 欧洲这个两天前 新公布出来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红色的部分 很陡峭也是往上峭 那这个又是服务业 它已经从这个 本来在50农枯线之下 已经到了50农枯线之上 来到53 但是制造业 有没有上海 没有 它还是缓慢的往下 所以这个就 美国也是如此 那欧洲也是如此 所以变成说 这个对台湾就比较 没有这么大的帮助 因为复苏是服务业 那台湾主要是 这个强项是制造业出口 那我们看台湾自己 台湾的数据 一样是这个采购经级人指数 就会很明显 所以这个三个区块来对照 为什么我会讲说 指数的空间可能 就基本面 台湾的基本面 还是需要耐心的时间来等待 因为你看 每个都往下 对 两个都往下 那制造业往下 陡峭的程度是 这个从前面 你可以看过去几年 像没有看到这个样子 等于是创了一个 很多年十几年的新低 这个制造业的话 应该是这2012 就有这个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 那服务业本来我们是期待说 服务业会不会比较热 可是公布出来 我们看服务业的这个 就是这个订单 我们就服务业的这个PMI 事实上它也没有像欧美国家这么热 那这个就变成说 我们就要思考说 如果说现在短线盘面上的 这些很热肉 不管是观光相关的这些族群 那是不是会热过头 这个地方就要蛮小心 所以整体来看 我就会讲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要对指数 因为有的人操作指数来讲 他就要停看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 我现在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回到上市柜公司的接单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大概是也是刚刚公布出来的外销订单 那外销订单很喜欢 因为台湾主要还是靠这个制造业出口 我红色框框框起来这两个主要项目就是 资通讯跟电子产品 事实上只有资通讯 因为它是下游最先去库存的 所以它还稍微有回温一点点 不管这个订单金额年征率是4.8 月征率4.8 年征率是9.8 就是两个都是正 但是如果上游 比如说像我们最大区块那个半导体 那这个电子产品就零组件的部分 其实都还是很难看 所以那这个 以这个接单的状况来告诉我们 就是说应该接下来要公布的2月3月的营收 应该还没有这么好 那4月会不会好呢 现在大家就很关心 会不会第二季 那第二季就有比较有 一点点曙光出现 对这个外销订单的动向指数 那这个就外销订单的领先指标 那这个资通讯跟电子产品 那至少我们从这个加速 这个经济部主管机关在采样的加速 事实上都有挑到50以上 所以我们等于讲 整个第一季大概你就不能太过于期待 以上是柜公司的营收 那第二季才有机会 就外部的环境经济的冷了 但是大家觉得这个股市 好像这个没有挂钩在一起 郑铁铁你怎么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外销中央很不好 可是降向一本五种 难而当自强 台湾靠的是自立自强有进心 我们刚刚看到 第一季涨了非常多的消费族群 靠的就是这一个 这个6000元的想象 可是这个新闻日期你要注意了 当它确定了 而且连发送日就出来的时候 往往就是第一波 立多出境的时候了 我们来看就知道了 这是国内的一件指标 今天我刚好的新闻说 陆克会来 这个是不是 第一个 陆克就是只要制造下一个的期待 但是真的短线的涨幅太大了 我们现在云品 这个高阶这个饭店的一个指标 它今年挡到102 当然它从获利从去年两块钱到四块钱 就大幅成长 可是本益比已经超到25倍了 另外一个就是长期以来都没有赚钱的6幅 不要看它股价点从低档涨上来 所以我认为短线来看的话 我们的观光饭店股真的是涨太多了 特别是期待内需消费的 那在长线来看的话呢 有一些是不需要内需 刚刚庆宁也有讲了 有可能是陆克或者是商务人士 那这方面来讲 它就不是靠着国内地 它是靠商业人士 像我们这个潘董事长 最近还刚开了这个法说会 他就对自己的未来相当有庆幸 2707的讲 因为他觉得商务客会回楼 刚刚讲的云品六幅 它就不偏向商务 它偏向什么 旅游客 所以我认为在商务客的回升底下 在长时间的走法 会比观光旅游的饭店还来得好 就在观光饭店这一个方面 要跟大家区分 商用是长期性的复苏 观光饭店这一次冲太快了 所以可能在短线上 会有一个利多出镜的压力 所以商务饭店的话 你觉得是接下来还可以继续开下去 是持续会好转的一个部分 刚刚全副也说内需你觉得不错 内需来讲 所以饭店呢你会怎么操作 如果以这个饭店族群 我的看法是 你也不要先不要把这个基本面 太过去琢磨 因为事实上有时候它是会有时间差 大概百分之八十八九十 你要用技术面来看它 因为它会领先反应 等你看到它第一季公布出来 可能这个营收大幅成长的时候 其实它的这个波段可能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个还是要蛮留意的 因为这个有点 这个如果你热过头 它很容易就像一年多以前 一年半以前的那是货柜航运一样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提醒投资人 要保护投资人 讲到货柜航运大家就瞬间清醒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是不是你热过头 技术分析可以有些出厂讯号 大家关注一下 感谢观看